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没什么时间好浪费的 坦白讲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早上 今天早上在立法院的议场外 蓝绿的两大总召 柯建民跟费洪泰 他们在议场外面交谈 你可以看到费洪泰跟柯建民的后面 是一堆立委 还有媒体记者在那边采访 联合报拍这张照片 大家就看图说故事 整个蓝绿的议事工坊 就是你今天看到在立法院的场景 行政长宣言商的施政报告 在吵吵闹闹中就交代了 拿着这个 对不起 拿着手提的麦克风 不是那种正式开会桌上行的 他拿一句像在KTV唱歌这种 然后讲个20几秒就交代了 随便念个几句就算是市政报告 下午施政总咨询又是吵闹闹闹 小绿跟小白就配合大绿的演出 大蓝就不高兴 基本上这种咨询也是 当然那种咨询后面有很多天 那也交代了 你先看到立法院就是大家 这个各自归队啊 这个回家吃饭 这个就是一场戏 一场秀 在我们台湾立法院的空转 那不是行文 我们讲台湾的几大乱源 这立法院是标准的乱源 太标准了 那你也可以讲讲这个媒体啦 PTT啦网络 当然也是乱源 但是这些乱源的这个 为恶的程度啊 是远远比不上立法院的 我来讲个故事 多讲故事啦 这个骂人的就那个 当年啊 我们中华电信啊 他们在研发这个高速公路的电子收费系统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我经常收到那个50块的罚单啊 我啦 那个罚单是什么 你罚那个 你那个电子收费 它一个人工作业费 就说你 走高速公路你要缴钱嘛 那你没有去缴预期的话 它会罚你50块 我忘了我被罚了几次50块 罚很多次啊 就是你会一直忘的缴 那为什么会忘的缴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装ETC嘛 你没有装ETC 它就不会扣款了 你就是得每一笔每一笔去缴 那你到超商的那个iBone去印呢 包括我刚刚50块的这个人工作业的费用 然后你印那个还要再钱 超商代说 6块5块我搞不清楚 那钱 那我为什么都不装ETC 我就是不想装 我拿这个ETC按照告诉大家 这个立法院啊 基本上是没什么希望 刚讲到中华电信当时在研发这个ETC 国道电子收费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各种的测试啊什么的 那中华电信预估啊 这样子建构下去呢 大概需要18亿 18亿 那这消息一出那不得了啊 嘿开什么玩笑 你中华电信18亿就把这个东西做好 那我们捞什么啊 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今天这个国道电子收费 如果中华电信18亿就搞定了 那我们什么钱都不用赚啊 所以中华电信就被被迫策案了 这没你的事啊 中华电信你回去弄你 这个你别忙了 好不好 叫中华电信滚了 中华电信一退场呢 哇那不得了啊 那个真的叫群谋乱舞啊 当年ETC的乱象啊 跟之前的那个 这个股条 当年这些宽频啊 网路这个 那可以有的比我们讲ETC这个 蓝绿啊 那时候是225个立委 蓝绿都想这个分点好处 反正就是先把中华电信赶走了 18亿标什么东西啊 滚开 把中华电信一脚踹开 踹开之后呢 这个立委就各显神通啊 各会起祖嘛 就希望这个 ETC啊 花落谁家 那立委的这个混乱跟腐败啊 从来没扫过 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扫过 那后来这个ETC的弊案呢 也是随便办一办 第一波起诉两个 第二波起诉三个 总共起诉五个人 这五个人呢 第二波那三个通通无罪定验啊 就只剩第一波两个人 那两个人就给你交代了 这个就是调查局啊 所以今天国家的到这地步啊 调查局他 难辞其咎 那案子也办不下去啊 最后没有任何一个立委被办 大家放心吧 没有任何一个立委被查办 那在这个案子上捞到好处的立委 那可多啦 所以看到立法院今天打成这样 吵成这样 其实没什么好吵的啦 对不起 那这个义士工坊是不是打假球 蓝绿桥好了 这个当时我合理的怀疑啊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这个 这东西 其实它不是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它比较像是造剧本演出的 今天走到哪里的 它演到哪里 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个 作案报告 我就是演给你看嘛 我们作案报告嘛 那专案报告完之后呢 它就是主菜就上 最早是两个礼拜前的那个 第一个是三加十一嘛 第二个是这个 疫苗的采购 不良反应等等 第三就是这个纾困的专案 它安排了三个专案报告 所以我怀疑这个蓝绿桥好了 因为 听到没有 专案报告是跟市政报告是不一样的 通常它不会在 院会排专案报告 专案报告比较常发生是委员会 那各委员会排专案报告 那个司空监管 那你就是在委员会 由各部会去讲嘛 你在全院委员会 就是我们俗称的院会 你在立法院的院会 去排专案报告 那非常的罕见 而且你在这个 会期的一开始就连排三场 那更是绝无仅有 不会这样排的 所以你以为民进党 给你这个专案报告是免费的吗 就免费的 你要3加11 给你3加11 你要弹疫苗 给你弹疫苗 你要弹纾困 给你弹纾困 给你排了三场 排好排满 然后推苏贞昌 因为苏贞昌行政院长 苏贞昌上去弹 上去挡炮火 陈时中也来 好这个你们就让立委 去问个够这样子 就排这些专案报告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它不是免费的专案报告 它是交换了 你去看 很明显是民进党 他用这三个专案报告 去跟国民党换 换什么 换苏贞昌今天的 市政报告跟总咨询 我跟你换嘛 我 前面三个专案报告 让你国民党 short time 让你国民党去秀 专案报告 你去电苏贞昌嘛 苏贞昌 死猪哪怕热水烫啊 你去骂他吧 那你把苏贞昌 电的体无完肤 其实也没有 国民党那些立委 能够讲北京 苏贞昌的也没几个 然后呢 这个专案报告 我上礼拜跟大家解释 因为它是专案报告 所以它是在野党 他们要去轮啊 那国民党因为席次多呢 国民党有七个立委 这个专案有七个 另外一个专案 他总共有二十一个立委 可以在专案报告里面去 发言 去咨询苏贞昌 那这二十一个立委 怎么选出来呢 是抽签来的 好 也不要说你资深我资钱 然后你比较老 我什么 不要不要 就抽签 抽到谁就是谁 好 所以三十五个国民党立委 抽了二十一个上台去 这个 做专案报告的咨询 那就是你 你战斗力 你的 这个问证的这个准备 好 就是一个你的short time这样子 那你觉得 之前的三场专案报告 有国民党立委得分吗 好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专案报告没有免费的 好 那免费啊 我就说 让你三个地方 让你去演 演了之后看你的这个 这国民党策略是什么 还没到那里啦 你是 你是怎么 你那么想 cue陈玉珍的标题是怎样 所以阿智你看我连陈玉珍的图都不给你 好这个我我有陈玉珍委员 在今天很多他的照片影片我都不要 都不要我都有啊 那个网路早就有都不要 那国民党你的策略是什么 当当你一开始决定跟民进党交换的时候 那那就是你的谈判嘛 我最大在党跟你执政党 我表决我赢不了你嘛 你六十几席我才三十五席我赢不了你 那你的策略是什么 当当你换到了三个专案报告 我并不是说 废宏泰换这三个专案报告不好 你当时你当时都有可能有别的排列组合 或是别的选择嘛 那你换了三个专案报告之后 你最大在党国民党在这三个专案报告 你有没有得分啊 你有没有拿到你想要的 那不然你跟他换专案报告干嘛 好所以你这个意识工坊的策略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得分 那当然最后我要谈一下战斗篮 好这个战斗篮呢 国民党三十五席立委呢 有二十五位参加战斗篮 三十五的二十五那比例是非常高 好那我们看三十五席战斗篮 三十五席立委有二十五席是战斗篮 那今天有展现战力 好我看到这个陈于甄委员在 这个院会的议场冲撞 当然很辛苦了 好就是 民进党派出娘子军去伺候他嘛 然后大家在那边推啊拉 陈委员还跌倒啊什么的 大家在那边拉扯什么的 可是听到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 为什么只有陈于甄一个人在冲呢 那不是跟你讲说 有三十五席国民党的立委 那另外三十四席在干嘛 另外二十四席战斗篮在干嘛 好那我们先听我 各位晚餐 我是陈徽文 两个礼拜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说 这是演戏啊 哪来的立法院一开议就来三个专案报告 你骗谁啊 好那三个专案报告演完之后呢 今天早上的施政报告 今天下午的施政总咨询 就交代了 这个就是 好那 那国民党跟民党打这脚球 大家看看啊 我要跟大家谈2024的比较重要 后面这半个小时再谈这个东西 那最主要的关键是2024 好不好 这个罢免跟公投跟2022这个都是前菜 大家不要把这个优先顺序给弄错了 不能再发生2018的状况 2018就是地方包围中央了 2018国民党大胜十五线市 然后2020输了 所以现在大家先把逻辑弄清楚 就是唯一的目标是拼2024 好不好 那罢免陈柏惟其实不重要 陈柏惟罢免成功 那你还是得拼2024 陈柏惟罢免失败 你还是要拼2024啊 四大公投也是一样 2022也是一样 不管你这三个前菜的输赢是什么 你都得拼2024 这样大家了解了吧 好不好 就是不要再去想一些 有的没有的 你就是2024一定得赢 那你如果2024没有赢 就像我今天这个hashtag写的 你会非常的难写 这个我认为是最后一战 最后一战 你四年啊 你要差百万票的这个新旧柯刚的人 你要差一百万票 然后呢 我认为2024是已经退无可退了 所以一定得赢 那蔡英文总统执政五年对来 这个抗中仇宗是无法保台的 这个基本上逻辑都不对啊 就是一直要跟大陆对着干 这个仇宗抗中 他是无法保台 在蔡总统五年多的执政之下 两岸是大倒退 也不知道倒退个什么劲 就是这个整个都不对 然后 可能民进党觉得这样比较好选 什么都不用谈 什么都免谈 大家都不要谈 大家都不要往来 这种敌意的螺旋 然后呢 把所有的押宝压在这个 美国跟日本身上 这真的是大错特错 你不能寄希望于美国 也不能寄希望于日本 更不能寄希望于大陆 我们 讲句实在话 只能自立自强 其实蔡总统他领导国家方向是错的 他走了五年多 大家也该去想一想 算一算 我们要继续这样走下去吗 这个你买疫苗都绕不过去大陆了 其他就不要讲了 买疫苗都绕不过去 你还在想什么呢 加入联合国 加入WHA 加入CPTPP 我们就绕过大陆 跳过大陆 我们不要理他 然后我们就成功了 我们加入联合国的 我们进WHA的 我只能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你买疫苗都绕不过去的 你还在想什么呢 我严厉的谴责上海复兴 我希望习近平能够去处理一下 我不晓得上海复兴是在配合演出什么 我不晓得你在配合演出什么 你明明是拿到大中华的总代理啊 听到没有 什么叫做契丹 我还突厥了契丹 契丹就是我这订单我不要了 照我们台湾媒体这边报导 上海复兴拿到的BNT代理权是一亿 不是钱啊 一亿剂啊 有媒体写一亿五千万 有人写一亿两千万 有人写一亿 我就算你最少的写一亿好了 你上海复兴跟德国原厂的代理权 是一亿支的疫苗 一亿剂的疫苗 我算你一亿嘛 那我请问你 你卖了多少 你卖给澳门 卖给新加坡 卖给香港 你卖没多少吗 因为香港新加坡 澳门没多少人啊 而且他们又不是通通都打复辟态 你卖没多少吗 那实际台积电 红海跟你买了一千五百万剂嘛 你是不是还有 至少还有八千五百万剂 我就算你最少的一亿剂来讲 实际红海台积电跟你买了一亿一千五嘛 所以你有八千五百万剂的BNT嘛 这八千五百万剂的BNT复辟态 你卖给香港澳门新加坡多少都算得出来 香港七百多万人 新加坡五百多万人 澳门我不晓得 澳门人不可能比香港多吧 那也没多少人啊 所以你还在相信那个契丹的故事吗 他就编一个故事跟你 我买了很多复辟态 我卖不掉 郭台铭呢 你们来买吧 你卖不掉的应该是一亿剂才对啊 你剩下的单跑去哪里啊 那不是配合演出是什么呢 你买疫苗绕不过大陆 那美国呢 他是不支持台独 这不是我讲的 是邱毅仁讲的 美国不支持台独啊 邱毅仁故意在陈水扁的专访讲说 美国不支持台独 邱毅仁来说 台湾独立啊 不是台湾人能决定啊 邱毅仁讲不会被骂 我讲我死定啊 我跟你讲多久的 不是我们能决定啊 就不要再骗了 不要再想象说 我们想要跟他这个 要一边一国跟他孙子 那是不可能的 你最主要你美国不支持吗 美国不支持 日本就举起来了 因为日本是美国的小弟啊 日本是美国的附水组织 美国说不支持 日本会支持吗 可是我要告诉你 就算美国跟日本支持 我们也独立不了 我跟你讲实在话 就算美国跟日本都支持我们台独 我们也独不了 那我们台独的 我问你隔壁那个怎么办 他在旁边看吗 还是发贺电给你 就像朱立伦当选一样 发贺电来 恭喜恭喜你们独立了 你想的太多了 想的美啊 不可能嘛 所以就是要把两岸的这些问题 把它讲清楚 今天我替张亚中教授 觉得惋惜的是 你不讲清楚 我讲这个其实很奇怪 因为国民党其实不重要 国民党不讲清楚 国民党永远都别想执政 那我也不晓得国民党 什么时候才能讲清楚 这没有关系 但是拍马屁的已经出来了 哎呀 这个习近平的贺电 朱立伦的副电 他们这个电文 往往之间 将了蔡英文一军 我都不晓得在写什么 这实在是 我看的都哈哈大笑 这写的什么东西啊 那个都不知道 我跟你讲啦 这个朱立伦跟习近平电文的往来 坦白讲是不痛不痒 这个跟蔡总统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得分 他也没有扣分 就只是大家口水喷一喷而已 那个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吹捧朱立伦的都来了 所以听众朋友 我们要把话讲清楚 我们现在就是 九二公司啊 我不晓得为什么 大家把九二公司讲得很像 就各种的 好像国民党的那个 那个名字也不提了 反正绿媒是一定会 重复的运用 把他吃干嘛 其实说 哦你看到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市议员 哎呀 他反对九二公司 他反对九二公司 有什么了不起的 国民党都有中常委 认为是中华民国台湾的 一个小小的民代 我是不谈的 我连名字讲都不讲 那我要跟大家解释说 我们现在就是九二公司啊 台湾跟大陆 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啊 不是 也不是什么特殊的 什么两国论都不是 我们现在两岸的宪法 我们现在就是九二公司啊 所以大陆对我们 有特殊的安排 他给你很多的统战 很多的优惠 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 那我们这边呢 从以前李登辉以来 我们跟大陆的互动 就不是国与国的互动 所以我们在弄了一个大陆委员会 简称叫陆委会 我们去弄了一个白手套 叫做海协会 当年这个孤政府先生 这个在两岸间奔走 立了很多功劳 当年的这个汪道涵先生 大陆那边的海协会的代表 我们这边叫海机会嘛 他们叫海协会 一鬼二鬼 那各种的这个沟通啦 红石智慧啦 当年很多贡献 包括那时候的这个九二共识啦 金门协议等等 我们现在就是九二共识啊 不是吗 大家一直吵 不要九二共识 就讲说九二共识是一国两制 我说我们现在就是九二共识 天天我们现在就是一国两制啊 先不谈一国 待会会谈 然后呢就说两制 我们现在不是两制吗 我们现在就是一国两制 那就是两制啊 就大陆有大陆的制度 我们有我们的制度啊 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制度的比赛 因为没什么好比的啊 如果是二十年前不用比 我们就赢了啊 二十年前 可能要再更早一点啦 二十五或是三十年 我不用比我们就赢了 我们立刻就海放大陆 我们赢定了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我谁 不要跟你比我就赢了啦 比什么啊 你们好了 那现在呢 也不用比了 不用比就是他们赢了 也不用比了 比了 大家性情都不好 就不用比了 可是人家赢了 这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啊 现在不用比了 这人家赢了 你要再一项一项拿出来比 大家伤感情 就甭比了 就是人家赢了 这还要比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两个制度 也没什么好比啊 也不会有什么大陆人羡慕我们啊 我都不晓得这个制度 你看立法院今天耍宝船这样子 这有谁会羡慕啊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是九二公司 我们现在就是一国两制 然后这个民进党新潮流的 这个台北市议员简苏培 他说 欢兄 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是中华民国 对 那就对了 是有两个 目前是有两个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 但我没有时间跟简苏培 一位议员去谈的就说 那中华民国的宪法 是包含大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是包括台湾的 这很奇怪 这很特殊啊 全世界没有这样的状况 我的宪法有你 你的宪法有我 那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你不谈九二共识 那就是宪法共识吗 为什么你的宪法有我 我的宪法有你吗 那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谈 大陆那边很牛 就说你要承认九二共识 你才能坐下来谈 那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就什么都不用谈 因为所有的筹码 都在他那边 你不跟我谈 那没关系 那不要谈 他根本也不急 你不要谈 蔡英文这五年多 这不要谈就不要谈 来 大家公事公办啊 就不要谈啊 不要说已读不回 他根本是不读不回 谁理你啊 就不要谈 那不要谈他也无所谓啊 反正你也跑不掉 我们不谈 对我们有利不利啊 所以今天韦翰在谈 这个习近平 他历次对国民党主席的 这个什么改选啊 补选的贺电的时候 其实他讲都是一样的嘛 我们组装九二公事 我们反对台独 你可曾看过习近平 胡锦涛 江泽民 甚至更早的邓小平 有谁反对一中各表 谁反对一中各表 他每次只要大陆讲 都是反对台独啦 从他们的最高领导人 到他们政协的主席 现在是汪洋嘛 到这个国台办 他每一个都是反对台独 反对台独 他们已经唱成主旋律了 那个见怪都不怪 可是你可曾听他讲过 我反对一中各表 他也可以反对一中各表 那现在在台湾一直讲说 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 是的 你要严格讲是没有一中各表 那他也没反对你啊 他合成就他也可以拍他的传声筒啊 什么胡锡进啊 央视啊新华社人民日报啊 然后什么国台办也可以啊 就出来骂你两句啊 你讲什么一中各表没有人骂过啊 你可以说他没有承认一中各表 他也没有否认一中各表 那真正反对一中各表的 是不是民进党 联合报以前的种族比黄年 他经常联合报写两岸的这些论述 黄年他公开质问过民进党 在他的文章你说 那假设有一天大陆说好吧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谈一中各表 那来谈吧 那你要不要谈 假设今天大陆让步说好吧 你要各表 我们就就一中各表来谈 民进党要谈吗 还是一中各表我也不要 我不要一国两制 我不要九公司 我也不要一中各表 还是你什么都不想要 那你到底要什么 你要不要讲清楚 你就是要去push民进党 push蔡总统 把这些最基本最结构的问题 不要再骗了 不要来这一套 不要再说你爱中华民国 他们本来就不爱中华民国 爱中华民国是假的 是策略性的 今天928 这个民进党建党35周年 其实在民进党建党之前 就所谓我们讲的党外的时期 家家应该超过50年有了 他们从党外一路这样子过来 所以苏贞昌有个口头禅 你如果听苏贞昌讲 他很喜欢用这句 从没有党拼到有党 他们以前没有党 党外 从没有党拼到有党 现在有党了 从主党之后 开始有民进党之后 一路拼到当了总统 他们很自豪 但是这个政府 这个国家是他要的吗 其实不是 以前的党外是有两派的争论 到底我们要不要在体制内 跟国民党策略 还是我们革命直接把国民党赶出去 把这个中国租外神租 这个中国党 车连党通通赶回中国去 我们不要国民党 我们跟国民党拼了 民进党一直有这个两派的论述 那我跟你讲 这历史是很吊诡 就是说 当初主张跟国民党拼的那个派系 现在分到最多资源 但我们跟国民党势不两立 结果 后来他分到的资源最多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讲故事 我是陈慧文 刚刚讲这个民进党的故事 其实这故事呢 这个都可说公平 大家都可以去 问一些比较资深的人 看我讲的对不对 就是民进党当年 所以 讲到底 他根本就不要这个国家 因为 中华民国一定叉叉 我想真正的独派 我是 尊重与包容 就真正的独派 他不执政的 执什么政革命啊 那什么什么中华民国你也好了 这真正的独派 他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 他根本不要中华民国 他跟你拨面 他没跟你拨表 现在这民进党 他是虚情假意 虚意为意 我爱这个国家 我爱这个国企 太虚伪了 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是半路出家 他2005年才加入民进党 你蛮好的 民进党建党35年 今天是民进党党庆 民进党建党35年 蔡英文入党几年 2005到现在 16年 零一半都不到 我是说建党 党外还不算 施明德 吕秀莲被关都是党外的时候就被抓去关 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 施明德被关几年 施明德被关20几年 蔡英文加入民进党都还不到20年 结果不是施明德当总统 是蔡英文当总统 你说这公平吗 人家南非是曼德拉当总统 为什么台湾不是施明德当总统 施主席我是很久没见了 我跟他根本一点 我连他电话都没有 我没有必要拍他马屁 他这辈子不可能当总统了 我是讲给你听 我要跟你凸显的是施明德 他们当时的牺牲 还有蔡英文他们的虚伪 我们先从题目来 我非常期待统独大辩论 今天在郭子前郭哥的乡民大会 有一点点的统独大辩论 一点点的味道 我都觉得意犹未尽 我觉得非常好 他本来就应该只求对决 本来就应该把它讲清楚 反正早就该讲了 没有什么不能谈 没有什么不能辩论 不要扣红帽子 早就该谈了 我们有两百万的台湾人 住在大陆 其实他们可以分享 第一手的观察 我们有两百万人 这两百万都是我们的 父老兄弟姐妹 甚至是我们的亲人 家人同学朋友 就在大陆 我大学同学 很久没有联络了 我们大学同学 我那一班 现在人 现在人在大陆的 恐怕有二十个 我们班才五十几个人 恐怕有一半的人在大陆 搞不好更多 因为都没有联络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久而久之 大家就疏远了什么的 至少二十个人在大陆 我的大学的同班同学 我不晓得大家的这个 就说 有两百万的台湾人在大陆 那你不要 不要看大陆的文宣讲的什么 或大陆的电视讲 你就问他 就是台湾人啊 台湾人问台湾人吗 你在哪里 你在 郑州 你在天津 那边的状况怎么样 你问他们就好 你在青岛 山东的这个 很重要的城市 那边怎么样 就问问他们的疫情嘛 问问他们的经济嘛 问问他们的生活嘛 就我们没办法亲自去 我们也没有办法到那边去看啊 或者住在那里 就问问他们 你在那边待那么多久 昆山 江苏的昆山号称小台北啊 据说昆山台湾人有十万啊 别人怕死十万 不然外号为什么叫小台北 深圳 也很多台湾人啊 深圳的那个经济特区 真的非常的可怕 人家成功了 他当然不是每个大陆的城市 都像深圳 那就完蛋了 美国就昏倒了 但是深圳的成功 以前是个小渔村 小渔港 现在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 所以我刚跟你讲说 现在都不用比了 以前不用比就是我们赢了 现在不用比就是人家赢了 需要统独大辩论 需要两百万台湾人第一手的这个观察 好不好 那我刚讲到这个 这个民进党的所谓的爱中华民国 其实他是想要修宪或者毁宪 修宪 毁宪 他不是真的爱中华 这个 我讲这个就我们媒体人已经讲了很多年 讲了很多事 但是很多人不晓得 民进党以前是不拿国旗 民进党也不唱国歌的 后来民进党开始路线转变 就从台湾前途据一纹 跟正常国家据一纹 民进党开始转弯了 我们已经独立了 我们不用再独立了 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民进党变了 民进党穿着西装改西装 他要直接借壳上市啊 直接把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听起来不好听 管他的啦 好用就好了 其他心里想的是台湾共和国 但是走不成嘛 这路行不通嘛 而且我们已经独立了 我们叫中华民国 这是骗人啊 这是有人被骗啊 所以你看他正常国家据一纹 跟台湾国家 台湾前途据一纹 他转弯了嘛 民进党假装他爱中华民国 其实他是不爱的 他心里是不认同的 他想要修宪啊 那我不晓得国民党 为什么有些立委 想要唱贺 负贺民进党去修宪 我是怎么看都看不懂啊 他是要把这个宪法给毁掉 其实是 他只要做这个法理台独的动作 大陆是一定会有反应的 但是他用这个来募款 大家要了解台独 有政治台独 有商业台独 有选举台独 我最欣赏的是募款台独 是来土内 真的会哦 以前民进党在党外 特别今天35周年 讲讲民进党的这个以前 大家去参加民进党晚会 开开心心的去都哭着回家 为什么哭着回家 太感人啦 嘿我们台湾这样子被欺负 哇这四百年来 这个台湾终于可以出头天了 大家靠到老会老弟啊 哭着走回家 太感人啦 后面这个民进党 这三板这暗会还要来 这脱手表 脱戒指 戒指项链现金 那是欺负的啊 以前当晚的暗会 从后面传一个垃圾袋 垃圾袋 然后从后面传过来 你就开始 大家都开始 开始投现金嘛 台票就欺负 手表啊 鸡鸡 一路哭着回家 当年的民进党 当年的党外 那是以前啊 现在没有啊 现在民进党 半晚会是 开油缆车去载 民进党因国民党化 开油缆车去载 载人来发便当 发光悬水 哦晚会结束了 哎 那个担来后的 三号车四号车 头上集合来来来 哎老李送 我不要回来了 来来来 头上坐车 原车帮你载 以前国民党的 那个 报送 那民进党都 都黑了 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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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这个 这次国民党主席选举 包括 蔡英文的选举 就是这个 教会我们理性 就是肮脏 也是赢啊 你操作仇恨 你撕裂族群 也是赢啊 朱立伦赢了 蔡英文不是也赢了吗 那大家看清楚了没 就是我 我赢了就是 赢者全拿 你在选前 你抹红张亚中 今天朱立伦跟张亚中握手 你为什么跟红统握手呢 你不是说 他是红统吗 你不是说张亚中当选 民进党会放鞭炮吗 你不是说张亚中是小红吗 你跟小红干嘛握手呢 哎呀 欢迎兄 欢迎兄 选后放下争端嘛 大家听懂了吗 选后放下争端 那选前呢 选前就是拿起争端嘛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 张亚中有去修理朱立伦吗 江启臣有去攻击朱立伦吗 卓博员有吗 但是我动用很多资源嘛 我要绕郎嘛 张善政 叶匡时 陈雄文 李四川 国民党29个立委 他们都去帮朱立伦背书啊 花莲县长 台东县长 云林县长 南投县长 新竹县长 连江县长 六个县市长 国民党有十四个县市长 六个去帮朱立伦背书 联合炮挺朱立伦 这不用我讲了吧 讲到你像我跟联合炮有什么 深仇大恨 我也不晓得联合炮为什么一直这么喜欢朱立伦 我真的不懂啊 他就是喜欢挺朱立伦 那就去吧 但是赢啊 蔡英文不是也这样子吗 韩国瑜怎么可以去中联办呢 我就抹红你 我2019就跟你讲了 就算韩国瑜没去中联办 他没有走进去中联办那个大楼 他也注定要被抹红 你看看昨天朱立伦是不是被抹红 我不要讲什么报应啊 你当选之后第一个上班日 你立刻就被抹红啊 你是怎么对张亚忠的 你是怎么修理你的党内同志的 你选前下毒手 你选后要手牵手 人不爱啊 今天江启臣跟朱立伦拥抱 张亚忠跟朱立伦握手 那是基本风度的展现啊 啊这样子心结就解除了 那你早点讲 那下次选举我也要出奥部啊 我也要出外交 谁不会出外交 谁不会 肮脏犬谁不会 用奥部谁不会 是买到外 社会属是买到外而已 啊可是肮脏赢的就是赢啊 我就肮脏赢啊怎么样 我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我就是赢啊 那我就是当主席了 我肮脏赢 我就用网军去搞你 先搞赖清德 再搞韩国瑜我赢了 我就是高票连任啊 台湾的选举文化 不就教会我们这些事情吗 对不对 没有什么 什么不传之谜 什么避守自证 没啦 跟你说公伙子都没价格 就是这么回事而已啊 比谁不要脸啦 比谁脸皮厚 术不要皮是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啦 我就不要脸啊怎么样 我选钱糟蹋你 我选后我敢抱你呀 你敢跑吗 我要跟你握手 你不跟我见面 你破坏团结哦 你风度不好 都他的话啊 没关系啦 我也不太期待 因为黄伟瀚跟我讲说 他的研判 这黄伟瀚讲的不是我讲的 当然自己的朋友比较快 他过半耶 吴敦宇拿52%的选票 朱立伦才45%啊 吴敦宇拿的选票比 他比朱立伦高好不好 OK 那吴敦宇那次投票率是58% 50倍哦 投票率58% 这国民党主席 今年的选举就50.7%啊 插你看插几%去 而且吴敦宇的得票率是52% 朱立伦只有45% 可是吴敦宇带了国民党 2018赢啊 大赢 2020你有看到吴敦宇吗 你有看到吴敦宇吗 所以朱立伦让他避免成为这个 这个吴敦宇第一个 假设有一天能够国民党能够重新执政 最主要的课题当是改课纲 好那我呢 我也放弃对民进党的喊话 就不用再管民进党想什么 对不起 就是你当你国民党能够拿回总统的宝座 跟立法院过半席次的时候 就不用再去跟民进党协商个什么叉叉 就不用了 你就去把柯刚给我改了 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也可以不要抗争啊 你就告诉民进党 我现在投票投不过你 我不跟你玩啊 等到哪一天 我如果能够拿回执政权 我要改什么 请民进党也闭嘴 这样公平吧 明天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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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